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造成一连串食安风暴的元凶之一呢 恐怕答案是的 因为现在的食品代工在餐饮业界是个公开的秘密 其实讲究快速分工的现代社会 本来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但问题在于如果说代工厂再把订单给外包的话 层层转包根本增添许多未知风险 就要腾腾汉堡现点现做 上班上学 人手里的 一间早餐店至少都卖十几种品项 这些餐点真的都是早餐店自己做的吗 众人员送来的汉堡面包还有吐司 这些外层的包装都还没拆开 这些都是委托食品代工厂生产的 而他们充其量只是半成品 再由早餐店把它们组合而成 面包 肉饼 酱料 一个汉堡售价35块 以这样的价钱你我心知肚明 要早餐店全部自己做不太可能 事实上食品代工早已是餐饮界公开的秘密 知名拉面一封堂热销商品前三名的尖角 竟然也卷入搜水油风波 知名的日本一封堂拉面 因为搜油风暴意外揭露 尖角非自家生产 而是委托齐美代工 一份五个售价就要100块 这样的价位却让消费者吃到 超市就买得到的冷冻尖角 民众怎能接受 这叫啊 这样我不能接受 还不如去一般西方自己买 然后自己回家自己做自己吃 高单价却不等于高品质 事件爆发后 业者取消代工统统自己做 但食品代工已经曝露出食安漏洞 这种代工现象早就普遍存在 这是一家知名五星级饭店 下午茶精致餐点颇复盛名 每样都号称出自甜点师傅 但是餐点品项至少上百种 你会相信这都是师傅亲手做的吗 这三个就是 是我们这边师傅自己做的吗 这三个是我们这边师傅自己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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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都是今天的面包 点心坊架上面包不定期轮替口味 店员嘴上说都是师傅做的 但其实五分商品根本外包给代工厂 做什么面包 这是大桌面包 要做给大家 你说家有面包 这边先洗也有 对 他们是做裸麦面包 跟法国面包 还有汉堡面包 那他们自己有师傅 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做 然后也要请外卖 他们甜点是自己生产 对 对 面包的话就请代工 透过管道找到面包代工厂 里头设备一应俱全 白板上密密麻麻 写着当天要出货的店家和品项 当中不少是赫赫有名的 餐饮集团 那这边的话就是王品的订单 这边是我们一般店家 店家或者是客人的订单 台中之间面包代工厂 一天可以生产八百到一千个面包 提供给王品慢咖啡 五星级日月迁徙酒店 还有许多早午餐店家 我目前也大概有二三十家在做 餐厅的取向是说希望分工化 那每个客人都吃到相同的东西 所以他希望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些 专业的人员在做 业者说得坦白追求效率利润 用叫货的方便很多 但不是每间代工厂都像这样 有好的品管 能为五星级饭店 连锁咖啡店代工 全台其他上千间代工厂的安全品质 其实根本没人知道 查出雨昌的粽子 根本是委托一家地下工厂 家品公司代工 藏库内食材凌乱摆放在角落 我们重回南部这间食品代工厂 发现工作人员进进出出 生产线看似正常运作 但是等到傍晚员工下班 记者上前询问 有了惊人发现 以前在供的东西很多 现在在供的东西 几乎都是请外面的人做比较多 像什么高面配件 还有什么生猪丸还是什么的 也是请别人帮忙做这样 没想到事隔不到一年 这间代工厂仍然以同样手法 当接货代工后 以更廉价的价钱 委托其他工厂生产 等于消费者真正吃到餐点 其实已经转了好几手 品质跟来源难以把关 外包有的时候会外包两三次 因为这跟投标的资格 常常会相关 还有一个商业的利益上面 但是这个是商业行为 很难能够去约束 最下游的工厂 有没有执照合不合法 消费者怎么可能知道 但代工厂外包在外包 只属于商业行为 目前无法可管 往往等到食安问题爆发后 才东窗事发 你如果借了这个代工 人家是信任你的制造能力 如果你自己没有从头到尾 去经手 你如何对你制造的东西来负责 这是另一家中部知名食品厂 代工了300多种品项 与哪些店家合作 通通是保密协议 当然也没有餐厅会主动告诉你 那始终隐身在第二线的食品厂 到底有没有法规管理规范 GMP 那这个CS 那这个是HACCP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标章 全部把它贴出来 因为客户来访的时候 他才知道我们拥有哪些征兆 食安混乱的战国时代 政府认证也曾经不起检验 如今代工厂把标章 统统贴出来自保 但这样还不够 这步骤是要让牛酸跟肉 可以均匀混合 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残忍 当标章认证出现疑虑 业者还得挺身而出自行检验 自己的产品自己就 但全台还有其他上千家代工厂 食品代工层层转包 我们吃到的会是第几手 想要吃得安心 放心 似乎也只能平平运气